这是医院发出来给我的信息 说病人在手术防疗 其实他们接走的时候 我还在医院里面有看到了 有这项服务不错 为什么没有人弹钢琴给我听呢 所以我出来听海浪 很多年没来这里了 现在医院新建好了 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 现在整个服务都比以前完善好多 也省了很多时间 比如自己在电脑前check in 不用等候前台的帮忙 不过遇到不会英文 然后年纪很大的就麻烦一点 但是也可以在手机上一先帮他们弄好 比如处理病例啊 还有各种表格 不用进来才填 跟一个老医生特别有缘分 在另外一栋楼一进去碰到他 这边也一进来就看到他 好多年不见了 大家都老了 在我很多年前第一次接触到NYU 纽约医疗大学 那是我一位波多尼哥的朋友介绍 去了他们牙医学院 感觉就是把我这套牙给他们玩了 还拿回接那一套我的牙的形状 信息又来了 信息告诉我病人的手术已经开始 想起了在台湾高雄飞过来纽约看我的姐姐 在布鲁克林的时候也是很爱拍海鸥 有这个人的路线 像我说是要重播之前 第三个人的路线 是要重播之后 但是是要重播之后 感谢观看